全球首款车配行人安全气囊 行人的安全将更有保障了 欧洲知名车厂富豪上周在日内网车展 发表全球首款专门保护行人的车用安全气囊 将率先配备在最新车款B40上 这款汽车安全气囊是在汽车前方的保险杆地下 安装精密的感应器 当汽车动到人时 安全气囊会从引擎盖底下弹出 避免行人头颈部撞上挡风玻璃受到重伤 降低行人在车祸中的死亡风险 而这款新车也将配备常见的行人侦测系统等 多种雷达侦测系统提醒驾驶 或自动紧急刹车确保行车安全 车厂始言要在2020年前达到没有任何行人被新款富豪汽车撞成重伤或死亡的目标 富豪新车B40预计9月上市 明年引进台湾 众新闻综合报道